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樹沛 我是主持人秦文 就在眾人期待的 TGA 前夕 騰訊遊戲和 Ubisoft 紛紛推出了重磅消息 這兩個可以說是遊戲界的大事喔 一個是新遊戲品牌的創立 目標進軍國際 一個是新遊戲平台的創建 加入了目前正夯的 NFT 我們趕快一起來一探究竟吧 騰訊遊戲日前宣布正式推出 全新品牌 Level Infinite 主要為集中發展全球遊戲事務 在世界各地設立據點 來分析全球市場的營運 和數據分析等項目 而最主要也要推廣電競賽事和業務 或是在中國以外的市場發行遊戲 當然也有人說創立該品牌的含義 是要把中國境內的資產風險 分散到其他地方 這樣的解讀也不在少數 各位怎麼看呢 此外 Ubisoft 也同樣在日前發布了 旗下基於 NFT 的新平台 Ubisoft Quartz 正式跨逐了 NFT 領域 該平台可以讓玩家購買名為 DJ 的 NFT 物品 可於 Ubisoft 旗下的 3A 遊戲中使用 目前也先在 Ubisoft Connet 火線獵殺絕境 PC版推出測試版 並在美國、加拿大、西班牙、法國、德國、義大利 比利時、澳洲與巴西進行測試 難怪 Ubisoft 會被稱是做遊戲的科技公司 什麼新東西都會想嘗試一下 這樣的 NFT 物品你會買單嗎 出貨